小妖,哎呦,又过星期天了,周末了,我明天也不知道去干嘛呢 然后呢,是啥呢,主要是,我昨天给我妈打电话嘛 然后,我妈因为啥呢,就是我妈到2月初三次过生日嘛 然后,我也不能回去了,我就打算给我妈买了个东西 我妈在网上买了一个项链,也不多花了百十块钱嘛,给她寄回去了 之前呢,就是我跟我妈买了一个金项链,就是那个链子断了,还没打算修呢 我又给她买了一个珍珠的,打算就已经寄过去了 寄过去了,然后,那里面就快递到了嘛 我跟我妈打电话,叫我妈领快递呢 然后我妈说,就是,她说那里面还有个玫瑰 是送,就是情人之间的嘛 我说那不是玫瑰,那是,就是那个康乃馨嘛 就是送给母亲了 然后就是收了一个妈妈过生日的礼物,就给我妈寄回去了 反正闹了一个乌龙,然后到生日当天呢,我再给我妈发个红包就行了 你们觉得,是回去好呢,还是说回去的话我还要请假 还是说直接发个红包好呢,然后礼物我已经就是买过了 给我妈寄回去了,你们觉得哪个好呢 好看